大家好,又到了做晚饭的时间了 今天是周六 上午在家里就洗洗晒晒 虽然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没什么太阳 但是该洗的还是得洗的 明天好像又有雨了 今天把家里卫生弄弄地脱脱 中午跟我女儿两个人就吃了炒面 然后炖了一个那个排骨汤 冬瓜排骨汤 今天的炒面炒得成功 炒的味道挺不错的 比上次有进步了 白天因为妈妈也没有拍视频 这是昨天烧的那个蒜蓉粉丝虾 然后剩下的虾嘛 准备给它炒掉 也不多 等一下放一根莴笋一起炒 买了三根莴笋 五块钱三根 五块钱三根 一根就这么小的 放一根放这个虾里面炒 炒点辣味 炒辣一点 看我女儿吃不吃 她喜欢吃重口味的 平时烧的虾她也不吃的 实在说的厉害呢 就勉强吃一个两个的 我今天等一下放点辣椒 烧点辣味 中午炖的排骨汤还有吗 问她要吃什么菜 她就说要吃两半黄瓜 每次问她吃什么菜 她就要说吃两半黄瓜 两半黄瓜都吃不厌的 等一下拌一个给她吃吧 昨天买一斤虾 做那个蒜蓉粉丝虾也没用完 拿个牙签去 这个虾线有时候会 断在里面 牙签一条就出来了 这么长的虾线 这个虾还好蛮干净的 虾线这么透明 虾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人结快乐 请人结快乐 每个亲人都快乐 可是我呢 亲人的快乐 我祝你快乐 是亲人 也只是个哥哥 你还不上帮你 我给你做的 我喜欢 你自己做的 我对你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这些人好不好说你是我的意义 没什么啊 但这些人都能比较我才能比较 这些人只是快乐的 只不过是除了我 慢慢习惯了也就没什么 我知道你不会忘 只不过随便说说 这个虾被我不小心酱油放多了 窝森都变成黑色的了 今天这个凉拌黄瓜 放了芝麻还放了花生米 排骨汤 尝尝这个虾 不知道辣不难 我今天放辣椒我说的 你吃啊 你好歹尝尝看 我感觉连着壳稍好吃一点 肉嫩一点 昨天蒜蓉凡斯虾壳剥掉了 论断吃 软灯虾也好甜 也好甜 也好甜 嗯 今天是什么日子 要几百六 几个几号 农历吧 洋历 洋历五月十九吧 吃吧 尝一个不错的 喜欢吃黄达黄达放点辣椅